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之作 丰田汽车最为日系车的老大哥 一直在汽车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旗下的紧凑型轿车卡罗拉 更是在同级别车型中经常占据着榜首的位置 在闲不晓的纽约车展上 丰田推出它的冠军销量车型卡罗拉IM的两箱版本 全新的IM两箱车型 和此前在任内瓦车展上发布的 ORS差异不是很大 因为都是基于丰田最新的 TNGA平台所打造 相比起上一代车型 老款升型外观设计更加中庸 而紧凑型轿车的首选用户 本来就是偏向年轻的人群 众多汽车品牌推出的新款更加运动的车型之后 卡罗拉这次也放了大招 全新的两箱车型 车头采用的LED大灯 两次的日行灯设计感极强 和中间的丰田标志分割了引擎盖 和下方的中网蜂窝状格山 车尾部的臀线和后备箱盖 形成落差的层次感 据了解 全新的两箱版卡罗拉在车身尺寸上 长光高分别为4369 1491 1438毫米 轴距2639毫米 虽然数据并不突出 但是也符合了新车年轻运动的设计理念 内饰配置方面 连续了之前的三幅式方向盘设计 不过中控台采用了8寸悬浮设液金屏 另外还配备了有无线充电 车道偏离预警 自动远光灯 和丰田第二代 SIFTY S安全系统 除了这些新的仪表盘 挡板设计也让人眼前一亮 动力上 新款的两箱卡罗拉和老管相同 提供奋动版和汽油版两种车型 供消费者选择 其中奋动版使用的是1.8升 加电动机的配置 汽油版搭载的是一台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变速箱上选用的是日系比较喜欢的 CVT无极变速箱